孫萌很乖 每次都被我管 其實在家我跟狗一樣 重點 重點不管是想的 我想說你們贏我們的遐想太多 因為你們會 對 不是 會 我們會 你這個錯是我當初 犯了很大的錯 其中之一 那一次好不好 真的很氣 對 大家都說什麼我大女人 對 我很害怕 我很兇 孫萌很乖 每次都被我管 其實在家我跟狗一樣 對 可是 我一定要舉一個對真的 有沒有 所以我今天看到第一點 知道嗎 我今天為什麼這麼瘦 我們家舞龍 一整天都是我趴上馬下 至少十次 對 就讓大家覺得他 好像 我脾氣很小 沒有 我脾氣很小 十二 十二 那個家是你家的 今年現在又嫌五層樓太高 十二 很厲害 他在半夜三更 沒有半夜三更 用凌晨的時間 凌晨 比較晚一點時間 只有凌晨小孩睡著了 才有機會跟人家講電話 好不好 那你綠象是男男女的呢 那是男的 哇靠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男的 亂講綠的 你說那天成男女嗎 他有一天半夜嚇死我 再跟人家講電話 你跟導 亂講 他跟導 有個導演是不是 對 我跟妳講啦 我跟妳講 這才害我 這才害我 其實喔 你不能怪你老公 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事情是 你合法掩護非法 對 對 他就虛線 虛線的虛線 過去了 然後就轉過來 合法對 我們講說你是對我 然後就好 所以他會擔心是正確 會刺處是正確 跟一個男導演很晚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我要說你 沒有沒有不是 人家導演知道我們有小孩子 結婚 不要說跟男導演 其實在半夜的時候 跟女朋友聊天聊那麼久 都覺得奇怪 對嘛 老公沒有給你溫暖嗎 你不想上床嗎 你不是有小孩嗎 你家床 就只是睡覺 你哪有時間在跟 三天半夜跟女朋友聊天 像這 你這個錯是我 當初 犯了很大的錯 其中之一 所以啊 你看吧 為什麼你怎麼冷 而且我還是跟女生 我就是跟女生 他以為是男生 然後呢 那你為什麼半夜三更 跟人家講電話 也不是半夜三更 我就是朋友比較很重要 就會聊天啊 玩啊 玩到三更半夜啊 看到沒有 前車之見 OK 這時候我必須要承認 可是因為他都 當初沒事啊 我如果晚上 當初沒事是一開始 那一開始他忍住 那久而久之 就會有化學作用 他就會壓抑 壓抑久了 他就會爆發 我現在講的是我 這一方面的問題 他問題更多啦 對 我相信 我會很爛 小沛 我怕觀眾誤會 我還是好的 當時他有喝酒嗎 在酒店當然有喝酒 他們在玩喝酒 有喝酒嗎 去KTV有慶勝 像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我是他 我也會生氣 你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喝了酒 對男人都會這樣子了 更別說 如果女人騎在上面 你不就差 不是 不是 我們被套了會有影響 不是這樣 你長得太高了嘛 多可憐喔 不是我們 重點 不管是想的話 我想重點就是說 你們贏我們遐想太多 因為你們會 對 不是 就是這個 會 我們連春秋 這麼幫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謹守分計 一直讓男生坐在我們腿上 因為那個時候只有那個男生敢坐上去 如果是女生你也讓他這樣子啊 就是說你很希望有人坐你腿上啊 不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你們都被這個社會帶壞了 因為這個社會就有這麼奇怪的男人 為什麼男人要騎在男人身上呢 但是 但是 就是有女人騎過這樣子 男人都會模仿啊 對 對 制服店有沒有 同行的就這樣啊 我跟妳講 而且上次沒有 所以他就是想要這樣子 取悅彼此 所以你們一定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女生這樣子 所以男生才會學習 對 就覺得說 就算你的理論 是 可以 是可以 建立的 但是 但是 你要想到對象是周少官 不是一個陌生的男人 是同行的同事 同事耶 問題是他沒有想到是這個人啊 那個人是誰不重要啦 那個狀態很嗨 有一個畫面啊 所以 然後鬥得我老公很嗨 然後我就講 那不是我 不是我 可以讓他那麼嗨 怎麼這麼行 就 原來是個男人就可以讓他那麼嗨了 對 怎麼可以這種 他的這種表情不可以出現 如果你認為是一個男生 就可以讓你老公這麼嗨 你應該更放心啊 為什麼 對不對 反正男生他就夠嗨了 女孩子就沒事了 才怪 對不對 他好像可以這樣掩護他 掩護得太爛了吧 不是掩護 我跟妳講 但是齊悅你們男生 為什麼就講不通啊 他還氣耶 是啊 我跟妳講 怎麼這麼不了解女人呢 其實這跟個性還有工作行業有關 因為我們從事表演工作者 我們的想像是無限大 我們會天馬行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想的 可能跟你們想的都不一樣 可是你們想的呢 可能往往會被 那為什麼我們女人 跟女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也這樣玩 你們也刺處啊 對你們連我們女生手接手續 那個上廁所 你們都說 你們幹嘛啊 你們是T啊 對 對啊 不會嗎 對啊 誰 喔 喔 當夫妻都不會 如果說大家一起的話 就會 會 當夫妻也會 對 所以我現在沒有朋友 對 我們來的時候 我很擔心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上節目 會不小心擦槍走火 可是我們這次蠻放心的 因為 不是 擦槍走火 基本上呢 我們這四個都有這種 遇到這個狀況都會吃醋啦 對不對 不管是異性或是同性也好 對不對 我們都承認嘛 對不對 承認的請舉手 那當然 OK好不好 我要跟各位這個電視機前面的男生講 當這個女孩子問你 你覺得那個 跟你討論一個女孩子的時候 你要說 嗯 不錯 但是呢 你要把它另外一些 你個人覺得是 有一點小瑕疵的地方 也要說出來 對 但是不要說對方醜什麼的 不能這樣講 你要講得功德圓滿 這樣子你才可以全身而退 那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像我們何豪傑 這麼善良 你知道嗎 還仔細在那邊批判 我跟你講批判到最後 自己的幸福就沒了 對 他真的這樣 太厲害 就是我們挖一個陷阱 他真的往下跳 然後還說 我來看看喔 這個是多高多長多寬 然後觸感是怎樣 視覺是什麼 還是 你還是要讓你的 旁邊的這個泰作 覺得說 你是真的在看一個 欣賞一個女孩子 那畢竟還是跟你 是不能比的 你是我最愛的老婆 那至於你要用什麼話術呢 我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每次要講的都不一樣 真的喔 對 他感覺 你真的是在 關心這個事情 台人群 對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就會覺得 我沒想到你每天在跟我耍心機 不是 你現在是不 這個 你是在教他 教觀眾朋友 還是你常常用這一招在對付我 沒有 我是客觀的分析 社會上普遍男性 對女孩子的這種觀感 所以呢 我走在路上 偷看其他的異性 你會不會生氣 不會 我會叫你看 你會叫我看 其實我是屬於那個看到美女 我會欣賞美女的 我也是啊 我會叫她看 我也都叫她看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講 她多好 但是我跟你講 她會叫我看 可是我生氣的體驗你知道 警訊 呆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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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妳知道 自我 防禦氣的事就新鮮了 你知道嗎 你帶他們喝 你帶他們喝 誰跟你分分合 這樣一次好不好 這樣到 沒有很多次 還沒有合 好 我持續來 只洗一次 那有一天 你看到王瞳在我的簡訊 手機裡留簡訊 彭哥我明天有可能 如果我們一起收工 我覺得搭你的便車到哪裡 你看到這個會不會懷疑 會 會 王瞳 不要找我 她是妳再不要找我 你殺心就算了 因為她沒有這樣舉動 所以我對她不會懷疑 到目前為止都不會 突然間有一通簡訊這樣子 覺得 你是不是有愛你 或者是 你之前有聯絡 我怎麼會不知道 長江一號 我哪有愛你 這是事先囉 事先去約的 她連那種很即興的 順路收工也不行 所以說呢 發現手機內有異性的 通年紀錄 會吃醋 對不對 會的舉手 我們根本不敢看 很委屈耶 我們都不看 那如果看到會不會吃醋 如果看到 會嘛 會嘛 可能就有問題了對不對 要輸贏了 嘉欣不用講 一定會的啊 那妳現在看她手機 快點 妳現在拿出來看她手機 來 我手機我沒帶 我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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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天蠍 兩個都很會吃醋 其實一個會講 一個不講而已 吃醋跟星座也有關係 當然 最會吃醋的是什麼星座 因為天蠍座 戰友慾很強的很強 你不要說她不會吃醋 她會 只是你讓她太安全了 不是因為我覺得看沒有用 因為她很gay你知道嗎 她怎麼樣gay你知道嗎 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們有共識不要公佈的時候 她的手機的電話號碼 我的豪傑的傑 她是寫姊姊的傑 所以因為她都會怕說 比如說去錄影的時候 她去錄影 她放化妝間 打電話來有豪傑 或有傑男生 她就寫傑 到現在還是寫女生的傑 所以呢 我今天我不用去查她 因為她如果說 外面有野男人 你也查不出來 什麼鷹啊 會啦 她曾經講過我的PTA裡面 寫的一些怪怪的那個 檢碼 她都看不懂 她都看不懂 她的PTA schedule裡面有寫 欸這什麼三角形 這星星是什麼 今天有黑熊 欸那這是什麼 有去看電影 她都寫那種很亂的亂碼喔 不了 我連我都不懂 密碼 所以我今天不用去發現 我不用去看她手機 因為我也看不懂 我習慣 對我習慣這樣 好姐 我可以告訴你 她好她很高 妳要小心了 真的喔 對她可能是學姐 但是我還跟妳說 妳知道我沒有更厲害 哪一招 啊算了還是不要講 講啊 講啊 跟觀眾分享一下嘛 講一下嘛 呃比方說今天 我偷偷有妳的電話 欸 那 我不能讓她發現 是 那我去把妳的電話 是 記放在她的下面 喔 喔 妳知道嗎 喔 然後不寫名字 不是 不行 不行 不寫名字很有鬼 就等於 敵音有兩支電話 對 其中一支是孫鵬的 但是名字是敵音的 對 所以永遠妳打來都她 妳 喔 沒有 我怎麼忘記用這一招 我直接所有電話都刪掉 妳說什麼 這一招很好用 難怪我以前看妳手機好像有一個 不是 就是那麼多人有兩支電話號碼 等一下 可是有兩支沒有啦 對 妳剛剛說妳手 哪有啦 難怪這招這麼好用 妳手機電話都刪掉 我就乾脆不要啦 對 我都刪掉了啊 所以說我們發現 都刪掉表示永遠 充年紀錄多多少少會吃醋 難免啦 對不對 因為愛對方就會關心對方的一切 對不對 OK 我覺得夫妻不要吵架 其實喔 吵架跟吃醋啊 都是每一對恩愛夫妻 每天 不要說每天 平常都會發生的事情 它是夫妻之間的一個潤滑劑 可是呢 如何吃醋吃得漂亮 吃醋讓彼此感情更好 這就是一個技巧 所以要多看國光幫幫忙 聽彭哥的開示